在党内同志眼中 总统对他的副手似乎就要动尾条 用讲清楚的方式来代替修理是比较好 觉得这个大家沟通一下 不必争锋相对 现在他持了这四点 好像以为是总统对他好像很刻薄 你身为一个副总统 又来搞这些动作 你让大家累不累 也有立委呼吁着党内的两大天王赶紧收兵 他只是讲一两句不好听的 那我们党内就不要再追杀他了 这样有思厚道吗 我们基层看起来是不是会很痛心 就是这样 党内理委看不下去 但随着总统发布声明 这场风波一时之间恐怕还很难落幕 去评论新闻就会重真 台北报道 好 林中水说不要再追杀他了 而究竟这个他 吕秀莲会如何来接招 我们会持续来关注 虽然连总统都出手了 不过曾经和吕秀莲有革命情感的 美丽岛世代大佬 今天倒是纷纷跳出来力挺吕秀莲 连曾经当过隔魁 还民进党秘书长的张俊雄 今天都说了重话 他痛批在国庆合作之际 民进党竟然在恶斗 他感到很痛心 好 您现在所看到 就是昨天搬到党中央的 这个办公桌 是原本吕副总统 他希望可以多一张 不过呢 现在辞去了代理党主席 这个办公桌 他也失去了主人 主席室里头已经是空空荡荡 代理党主席短短五天就请辞 副总统受到委屈 党内大佬张俊雄罕见说了重话 痛心的还有当初提议 要副总统代理党主席的周清玉 看到那个新闻稿以后 我觉得说怎么会是这样的一个发展 因为如果他有承受这么大的误会的话 也难怪他会有这样的委屈 党内大佬纷纷跳出来 曾表他要参选党主席的蔡同荣 以及已经在帮吕秀莲筹措 100万党主席竞选经费的许荣署 也看不下去 我们民进党的党主席 死亡的人 不再一个接受委屈 他现在做副总统死亡 还接受委屈 对于满目 年轻的对于年长的 那么应该也要有一种尊贤尊大 李副总统他也应该要做高位的人 度量也要大一点 跟副总统走过漫长党外岁月 有着革命情感 再看看党内选后乱成一团 这几位美丽岛世代的资深党员 选择在这个时候 帮副总统说说话 TB片新闻夜剧统黄一青 台北报道 大老门庭吕秀莲 不过总统嫡系的正义连线 和亲苏贞昌的新潮流戏 今天却是联手重炮轰击吕秀莲 他们不满吕秀莲 指自己是派系斗争的祭品 还说吕副总统根本没有什么好委屈的 几乎每个立委都是板着脸走进会议室 副总统请辞代理党主席 也让民进党团会议山雨欲来 清潮流戏要脚率先开跑 如果想到这些县市长的委屈 我想这个吕副总统 这个委屈恐怕可以释怀才对的 相较起来是差得很远很远 像这样的人对党跟对这个社会怎么交代 我觉得该负责不是李秀莲而已 谁提名他当副总统 谁推及他当代理党主席 都应该负责 心细话说得很重 但关起门来场内更是炮声隆隆 张俊雄在会议中感慨万千 痛批党内不团结 在场立委有人立刻鼓掌呼应 但正义连线却有人跳起来发言 痛批副总统言行不当 没有那么严重 我告诉你 今天民进党水迟迟 然后水不干 然后水怎么样 太阳还是从东边出来 转着我这儿不然日子又没卫生 叫什么 整天在吐槽 所以这种 如果这种主性做得下 我看这就有贵了 不满吕副总统拿派其当剑拔 总统嫡妻正义连线 以及与苏贞昌亲近的新潮流 联手开炮 火力不减 TVB的新闻 叶俊宏黄一清 台北报道 自家人猛批斗 不过这个时候 却有从蓝军而来的另类寒冬送暖 这是立委邱毅 他今天声援 吕秀林说 他是因为要组成民间监督联盟查高捷 才会引发陈总统不满 被迫下台 因为吕副总统吴玉锦 持续带领党主席 民进党内情势混乱 立委邱毅这时还来揍热闹 大胆推测 请思原因 他要组一个民间的监督联盟 来查高捷弊案 我觉得这一点是值得赶配的 而没料他这话一出来以后 受到民进党各方的围剿 甚至总统还说他假难告告 只要高捷弊案查下去 陈水扁 谢长廷 民进党的高官政要 一一中见落马 充益话说的职 还拿出高捷公司委外调查的地址分析 说高捷坍塌早有预言 五月的时候重视这份报告 我相信 上个礼拜的两次 两个地方的塌陷 四次塌陷 是不会发生的 真话一讲 就触动了民进党高层 最深刻的内心最阴暗的角落 整个被挑动起来 所以他们一定要群起 像风口一样的 去围剿狂妖吕秀琳 副总统辞带党主席 扁旅新杰府上台面 也让在野党找到机会 见缝插针 TVB新闻 丧后报导 彻查高捷 这句话并不是说说而已 我们掌握到独家消息 副总统他连联盟的招集人 都找到了 他就是第一任捷运局长黄水泉 不过黄水泉今天在镜头前 三度哽咽 他透露 查高捷真的到处碰壁 吕秀琳秀联副总统说要组成的高雄捷运监督联盟并非说说而已 我们证实前天他视察工地后和第一任高雄捷运局长黄水泉密会午餐 他讲他目前成立的几个单位都没有工人 你是不是以义工的姓资来做这个服务 我当然可以 本来副总统请黄水泉和他一起视察工地 但黄水泉拒绝 他们改成午餐 其间吕副总统交付重任请他清查高捷弊案 黄水泉客气的推说已经退休了 但吕副总统认为黄水泉最熟之高捷也没有绿菌色彩 也就是应该没有包袱最能追出高捷内幕 黄水泉因此答应组监督联盟 吕副总统也认为你是独高望重 最好是不要退出 但是我是有点感慨 到底怎么处理 这两天黄水泉已经忙着召集人的工作 却更深地发现监督联盟很难做 连以前的下属现任捷运局长李正兵都给他碰钉子 他讲一句什么话呢 他说老长官已经退休了 你不要管他好不好 这样要怎么彻查高捷呢 至于吕秀莲辞代理党主席高捷监督联盟还要不要做 黄水泉说他个人没意愿 如果吕副总统坚持他会建议另请高明 TVB新闻五少龙陈克勤高雄报道 民进党这一切纷扰的源头之一就是高捷弊案 而高雄地方法院今天是首度开庭 当初决策的五人小组包括了陈敏贤周理良等人 通通道庭也通通喊怨 结束三个半小时的开庭高捷五人平决小组走出地方法院 周理良赖羡低头快步离开 而高捷前副董事长陈敏贤还是一样轻松自在 在加油声中走出来的是前高雄市都发局局长吴孟德 虽然高捷争议不断 不过面对高捷工程他还是很有信心 高捷工办六标弊案今天首次开庭 五人小组同步喊冤强调自己是清白的 预备庭的内容检方被告双方为后续停讯的程序做准备 在可预见的未来双方言语交锋只会越来越激烈 而另一方面蓝军的马宋慧昨天谈了四个小时 结论却是合作而非合并 部分强力推动合并的亲民党立委很不满意 孙大前甚至直言亲民党根本就像是卫生纸 可以用完就丢 不过永宋派的立委也直接欠回去 大声说开门送客 宋马慧只谈合作没谈合并 部分亲民党立委话说得很重 没有任何一个政党会千秋万载的 亲民党当时出走最主要的原因 是为了对抗国民党的李登辉路线 以及对抗国民党内的腐败势力 如果这些出走的理由都已不复存在 那么亲民党已经很成功的完成了我们的历史任务 就算做一张卫生纸又有什么关系呢 那党如果一定要结婚的话 既然要结婚完结不如早结了好 对宋马慧结果显然不满意 但是走不走却都留伏笔 2007之前有没有可能有了 都不排除啊 我只能够说这样 令立委诽谤 我要对徐伯勇 赖清德 李文中 罗文佳 四个人提出诽谤告诉 找不清楚状况呢 一大堆的人士跳下去 乱开政治支票 乱做政治的背书 那么我们起起以为此风不可斩 县市长选前两天民进党的立委召开记者会 质疑走路工的引带造假 于是把走路工比成了脚尾犯 希望在选战中简单快速的达到澄清的效果 可是选举完了引带似乎是真有其事 李永平要追究当事人这样回应 我个人完全没有提到脚尾犯这样的事情 不过当时我们确认 或者说当时我们误以为是伪造 所以这一点我个人应该向李永平抱歉 李永平提到转述说考虑要撤销告诉 不过他认为至少得像林静心 对胡志强道歉的方式一样 又公开又诚意动人 官司才能够真的免 TV新闻中等人萧州台北报导 好观众朋友插播一则晚上的最新消息 高达9亿元的台北市公车采购传出弊案 民进党立委指控有两名国民党籍的议员 以及官派的董事长涉嫌接受厂商招待 请往美国赌城游玩 甚至连交通局也提前支付了1800万的款项 有徒利厂商嫌疑 目前是要求马英九赶紧撤办 而目前市政府连夜召开紧急会议 言商对策 台北市大都会客运公司采购了300多辆公车 招立委指控币案连连 还有两名国民党籍议员涉案 是不是有台北市的议员陪同厂商 还有就是前公车处处长 也就是现在大都会的董事长 慧赵宏先生一同出国旅游 去了哪里是不是同班机 是不是受到招待 立委还说公车采购弊案 连交通局也有问题 他的二期款1800万 竟然是在还没有交付底盘 而且还未验收的情况之下 先行来支付 这是民主的